这位是我们昨天刚刚见过面的杨秘书长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的秘书长杨建长 组织中国广东省梅县 杨秘书长作为客家人 对这次印尼的客家博物馆 也做出了非常大的助力和贡献 张主席1987年就是地主了 开始建水管厂 这位就是张和然主席 今天丁丁在印尼索尹公园 在我们越籍华人的文化宝库 印尼客家博物馆 妥妥的一个土楼的样子 每周一休假 其余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土地是我们前总统 捐赠给我们当地的印尼华人的 要偶然总统 苏哈统 苏哈统 那一次是我的意思 乃是个象形文子 一位一个人站在悬崖边 面向万丈深渊 但是不为艰难险祖 勇往直前 不断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体现了客家人的精神 哇好像客家人的那个土楼啊 非常的高挑 足有四五层楼高 中间是舞台 四周都是我们的文化长廊 看到这个标志吗 我们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的其中一员 印尼客属联谊总会 先看印尼华人历史展厅 就是我们祖先到海外所需待的一部分就是陶瓷 还有很多很多 元朝的祖旗 唐朝古代北宋 中国人下南洋 正和西下西洋 好现实 每一次下西洋的时候都有经过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印尼这里很多文保物 非洲阿拉伯还有很多国家 就是在印尼的 当时荷兰统治印尼的时候 就是印尼华人的行业 华人在印尼主要是从事劳工 分别有务农和挖矿 这是劳工证 人力车 休息匠 走餐商人 锁头匠 百食物汤 大货店 药店 还有卖肉汤 工啊 年食啊 全部来自于我们中国是吧 是 对印尼国家有贡献的华人贤党所获得的勋章 唯一的一位民族英雄 所以说他作为华人 但是对当地对印尼他的这个运动当中 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对对没错 哇这面照片墙非常壮观 这上面全部是印尼政府的华人官员 文房四宝也是我们中国人带到印尼的 1928年 4月28号 再过4年就是100年了 来到1928年呢 我们印尼华人就参与了当年的青年宣誓 共同宣誓 我们拥有同一个祖国 同一个民族 同一种语言 哇 这是以前啊 架曲所需的一些用具 我们华人的文化 一定要看八字 布袋性 哇 皮影性 这个看着我们都开心啊 都是来自我们中国的美食 现在开始我们客家人文展厅 永定客家历史人文展厅 张主席介绍哈 整座博物馆以永定土楼为原型 所以呢这里设立了 永定客家历史人文展厅 那当时印尼的永定客家人呢 大部分都是从事医药行业 这些都是永定客家的名人哈 其中这两位我还是比较熟悉哈 我们泰国新贤日报的创办人之一 梅州客家围龙屋 哇 一户一个家族啊 中间是祠堂 子孙三代四代五代啊 都围在这个祠堂的周围 住在一起 所有的内容啊这里都可以扫码 慢慢的在线上学习和阅读 客家人的大宅 中庭 客家人中教育嘛 书画家自然是数不胜数啊 看我们泰国的前总理啊 他姓 英拉 都是我们客家的英才 客家人的心房啊 秀才去上京复考 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 凯迪拉克 还有一个宝塔 看到下面吗 和平路 庄信文化楼 英尼客家博物馆 我开始是做这个博物馆 后来有加利曼丹的中卿 要我做这个宝塔 我就界定受下这个责任 2020年奔剂 刚刚奔剂就发生这个疫情 陆陆细细 这已经整整三年多了 这个也是我们张主席捐赠的 和平路 寓意友好 我们和平万岁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哦